海上炮声隆隆 南韩第73届军人节军演来真的 船舰炮弹齐发 战机空中分裂式气势方驳 三兵在空中拉开南韩和各国国旗执行空降任务 南韩国防部精锐进出逼真军事演习场面超壮观 南韩总统文在寅亲临现场 一开口就对北韩最近的飞弹试射做出回应 最近东北亚情势相当不一定 周一俄罗斯15前例在日本海进行导弹训练 加大在太平洋的军演力度 日本海上保安厅高度警戒 并透过外交部表达抗议 同一天根据北韩官媒朝中社报导 北韩终于愿意接南韩的电话了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释出善意宣布正式 恢复两韩军事热线 呼吁南韩其力让两韩关系不上正轨 路透社报导美国华府表达支持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采出善意宣布 而联合国安理会最近就北韩飞弹事社开会讨论 北韩卫务省国际机构局长赵哲秀 抨击安理会搞双标就只专门针对北韩 TVBS新闻中文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